开始吧 这是谷歌的啊 这是谷歌DeepMind提出来的 通过轨迹草图来提高机器人学习的方法能力 在机器人中 方法能力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很难收集到 可以覆盖所有可能对象场景 和运动的机器人数一节 然后通用机器人 也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 比如说我们虽然折叠任务的机械臂轨迹 和释放任务的相似 但是在释放任务中训练出来的结果 无法推广到折叠任务中 因为折叠和释放这些自然语言 在字面意思上很难相关 其实之前讲过一篇也是 GoogleDeepMind的RTH 也提到过类似的 那篇的做法是说 对于拿起可乐罐和倒一杯水 这些看起来字面上没有联系的任务 通过把这些任务 细分成很多简单的语言动作 来找到它们的相似性 对我记得 然后但是这么做法能力也很有限 然后这篇文章想要更根本的 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通过粗略的轨迹草图 来表示任务 等一下 我记得还是这篇文章先发 然后才有上次那个RTH的吧 对 对两个侧重点不一样 这篇文章更早一点 然后 然后这篇文章 这个按轨迹草图提出来的 叫RT trajectory 这个2D轨迹 作为机器人策略的调节信号 既可以由人类解读 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然后实验设置 设计各种已知的和没见过的操作任务 最后实验表明RTH 轨迹技术优于现有的策略调节技术 尤其是在对新行动的方法方面 这个是在他那个网站上 写的几个图 就演示了一下 然后这个是整个方法的overview 目标就是 学习一个机器人控制策略 这个策略可以 利用那个2D的轨迹草图 作为条件 然后去实际的操作 现在在训练阶段 把数据集在实际操作中 生成的轨迹 给它变成2D的 给它画下来 所以是Tinsight trajectory 就是事后进行轨迹表注 然后用这些2D操作去训练 然后在推理阶段 用人化的轨迹 就是人类真实的移动轨迹 视频 还有语言模型 来生成的轨迹 来生成轨迹 得到这些轨迹草图 然后去推理 等一下 我也这样没理解 训练的时候是 它机器移动的一个轨迹 然后作为训练 对吧 作为数据 那在这个数据 反正就是移动的数据 都是变成2D操作 然后Inference这段的话 它画出来之后 让机器跟着这个动 是这个意思吗 目的 对 就是之前都是语言语言描述这个任务 现在都不用语言了 就全部用轨迹草图了 轨迹草图 然后它下面是foundation model 加上生成一个轨迹 或者去办 in the middle 然后再用语言模型和视觉语言模型 然后生成这个轨迹 这里这里吗 对生成这个轨迹 对生成了这个轨迹 ok 好明白 明白 然后这是overview 然后接下来先看 那个如何从这个数据集中得到训练标签 训练轨迹的标签 构建这个轨迹表示 格式包括三个基本元素 2D轨迹 颜色分子和交互标击 2D轨迹就是 把那个夹爪 末端执行器的中心点 真实的运行的3D轨迹 投影下来 变成2D 也就是一系列像素的位置 然后再 再把相邻时间部的点 用直线连接 就在空白图像上 画出了一条轨迹的曲线 然后在这个轨迹的曲线上 在这个轨迹的基础上 用颜色分级表示 相对时间运动 比如速度这些 就是用红色的线来表示 这个是对家进行归一化 就范围空置在0到1之间 就像图C这样 然后这个绿色的 用来表示 相对于机器人基座的 归一化之后的高度信息 像D这样 就是这个是表示速度 然后这个是表示高度 然后对于机器人操作而言 末端执行器与环境交互的 时间步非常重要 所以用视觉标记 明确突出那个夹爪 开始抓取和释放物体的 时间步骤 通过计算夹持器 关节的实际位置 和目标之间的差异 data t 来计算夹持器是否与物体接触 如果data t大于0的话 大于0并且目标位置的 这个pt hat大于epsilon 这个epsilon是动作闭合的预值 然后pt hat大于epsilon 就表示夹持器它正在闭合 并且抓取这个物体 然后怎么判断状态发生变化呢 就比如一开始data t小于0 或者这个pt冒 小于等于epsilon 因为随着夹持器的闭合pt会增加 所以data t小于0就表示 这个甲爪是闭合的 然后这个pt hat小于epsilon 就说明在t这个时间步 甲爪没有正在闭合 而下一时间步data t加1大于0 而且pt加1hat大于epsilon 就说明甲爪张开了 而且开始闭合了 就说明状态发生了改变 所以这时候就把时间步t 视为是闭合动作的关键步骤 然后同样的方法可以判断 夹持器张开的动作 关键时间步 然后在这些所有关键时间步 的2D末端执行器中心点上 绘制绿色或蓝色圆圈 以标记加持器闭合或张开的动作 就是这个图B 就是记录下来的关键点 然后基于上面三种元素 有两种轨迹表示 第一种是2D 构建了一个包含2D轨迹 时间信息和交互标记的RGB图像 在图1这里 然后第二种是更详细的2.5D 就是把高度信息也增加了 高度信息是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刚刚这个高度信息是绿的 然后这个正常的是红的 然后红的跟绿的结合了一下 就变成了这样 然后有了这个轨迹之后 在训练的时候 可以假定可以获得一系列成功的机器人 示范片段episode 每个episode的套 包括包含一对观察结果OT和行动 行动AT的序列 然后观察 然后这个观察结果是包含从头顾像头获取的RGB图像XT和 生活轨迹草图 然后在RTE的基础上修改 通过最小化输入图像和轨迹草图中预测行动的对数四燃 先策略 等一下 他这个train的话 训练是前面这一系列的图像图片是吧 然后输出其实就是这个轨迹图是吧 对 看输出就是轨迹图像是这么大的 得到轨迹图 然后再根据这个轨迹图 然后后面那个依据这个policy architecture 然后再结合在一起 他有很多policy 比如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对吧 然后再去执行 X7层层层层层层层行对吧 嗯 OK明白了我明白了终于明白了 然后就是他一些修改 他整个是在RTE的架构上改了吗 轨迹草图和输入序列中六幅图像历史记录 进行特征拼接 然后再由这个image net训练的这个图像分析器进行处理 然后由于他用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然后最后 由于他不用不再使用语言指令了 然后删了一下RTE中那个要使用语言指令的这个层 嗯 然后推理部分 嗯 在推理过程中 需要轨迹草图作为输入 然后文章中提到了四种生成轨迹草图的方法 一种就是人类化草图 就是一种比较直观而且 比较实用的办法 嗯 为了生成这些草图 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GUI 给用户机器人 给用户机器人摄像头拍到的图像 嗯 直接绘制草图 而且可以在在这里指定一个高度 然后右边就输出了这个规这个高度的轨迹草图 嗯 嗯 第二种就是第二种是直接输入人类演示视频 从视频中估算出人类手部姿态的轨迹 并且把它转化成机器人摩端视频系组织下的轨迹 呃 用于再生成轨迹草图 然后第三种 利用语言模型编程 嗯 这用到他们二三年的一项工作 呃 叫 How to prompt your robot 然后在这里就是构建了一个prompt 其中包含 GLM检测到场景中的物体 呃 机器人的约束条件 抓手方向和坐标系 以及任务指令的文本描述 通过这个prompt 语言模型会编写代码来生成一系列3D姿态 呃 这些姿态本来是要通过运动规划器来执行的 但是 这个我们是不是看到过啊 这篇文章我们是不是看过 嗯 那篇没有看到过 但是上周看的那个双臂的和这个比较像 OK 就是说用大语言模型 然后你告诉他一些policy 啊 不 告诉他一些code 然后告诉他一些prompt 然后他会生成相应的code 对吧 这code是用来执行的 约束条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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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可以 然后利用他生成的这些姿态 就是关键点吧 就可以在初始图像上绘制草图 绘制草图 嗯 嗯 用这种方式的草图 然后最后一种就是用图像生成模型 嗯 嗯 需要提供初始图像和描述论物的预言指令 嗯 嗯 这篇文章中使用基于VIT的VQGAN 得到一个得到一个离散的token序列 解码之后生成的图像就是要的RT轨迹 啊 然后就是这四种方法 嗯 他他他们用的是这个everyday robots公司生产的移动机器 机械手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有七自由度的机械臂 双手的夹爪和移动底座 然后嗯 用使用RT1的数据级进行训练 其中包括八种 八个不同的操作技能 一共有542个可见任务 嗯 对于没有没见过的任务 提出了七个新的技能 都是没有见过的物体和工作空间 嗯 这个实验室比较RT trajectory 在没有见过的场景中的泛化能力 这个三个baseline RT1 RT2 RT1 GO 都是他们之前做的RT系列的 其中这个RT1和RT2都是以语言为条件的 然后RT1 GO是以目标图像为条件 就是我看起来就是没有见过的东西 它前面基本上都是前面两个基本上都是废的 根本就完成不了 对吧 对 对 这零 十几那基本上就没啥用了 啊 所以他就说前面两个没有什么泛化能力 但是他这样的方式就会比较有好的泛化能力 是吧 嗯 对 这也好理解 前面靠语言的 嗯 靠语言生成是不太行 嗯 嗯 嗯 这个RT1 GO它是 基于目标目标条件训练的就是用最终的目标图像来决定任务的结束状态 嗯 这种方式就是会比较受目标图像中与任务不相关的那些东西的干扰比较大 哦 然后对于RT trajectory通过那个第一种方式就是GUI手动生成轨迹草图 嗯 嗯 这两种方法2D和2.5D的准确率都显著右于另外三个basis弯 嗯 嗯 然后 然后那个RT1 GO会比另外两个好 嗯 嗯 但是但是在实验中还是表现出来对背景造势对背景这些造势人比较敏感 等一下 他跟这个前面的差别是什么 一个是基于目标条件训练 一个是基于语言条件训练嗯 这个 基于 基于目标条件训练就是呃给他最后你你应该要移动到什么位置的那个图像 啊 嗯 然后基于语言训练就是呃这篇文章的轨迹变成语言 哦 哦 OK 哦其实这样而已 嗯 嗯 嗯 然后在高度信息有助于减少模型的任务中 就比如说这个pick from chair吧呃2.5的要右于2D的 呃因为这个因为他他对这个确的高度其实是不知道的 这是个全新的任务 哪个东西啊哦就pick from chair是吧 对对对就比如说这个嗯 所以2.5D会更好 因为2.5D主要是他有个高度的东西在里面了对吧 对 所以他画的图里面有的是那个黄绿色远是高度对吧 我印象的对对啊 哦多了一位多了一点信息 嗯 嗯 第二个实验是其他三种轨迹生成方法的泛化能力 和一个非学习的bass line iK planner进行比较 iK是逆向运动学 就是呃在已知末端执行期位置的情况下 我要让机械b去抓一个物体 他会用逆向运动学去推散 去推算机械b每个关节应该要怎么动 然后机械b去执行 嗯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人类影视视频的方法 有18个摘取任务 就是就是pick 然后四个折点毛巾的任务 嗯 还是2.5D的大于2D的大于这个bass line 嗯 然后大语言模型生成代码这个方法 呃 他用的是GD4来生成 GD4也是根据地下运动学来生成一系列的路径点 然后把这些路径点变成轨迹 所以 和人类指定的轨迹相比 大于1D模型生成的轨迹 只在由iK planner执行 因此他们是精确且现行的 嗯 尽管这些轨迹 与训练数据中的轨迹不同 但是RT trajectory可以正确的执行他们 并且在多种失去任务中表现 优于iK planner 因为我看到这个ticker是可以是吧 picker自动是比较优于 但是open jaw 这种好像不如那个iK planner 对 知道为什么 嗯 可能是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不知道 他也没说什么 好像还挺多 嗯 一起要运动学 对 嗯 然后最后是用图像生成模型来生成轨迹 嗯 就是 把语言指令和初始图像作为vlm的条件 然后输出轨迹的那个token 再 给tokenize 变成2D的像素座标 再画轨迹 这个做法感觉就挺难的 然后实验也是 给出了例子 就是他生成的这个轨迹草图 嗯 虽然生成的轨迹草图 噪声比较大 但是他们发现rt trajectory的表现还可以 就是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然后他们说随着 图像生成的vlm的快速改进 预计他们生成轨迹草图能力也会提高 嗯 等一下 这里有一点重点 就说他图像生成的这些很有用 对吧 嗯 因为他这个生成是因为生成了这个轨迹对吗 对 然后这个轨迹如果生成的越清晰越好的话 对他这个训练就越有用了 哇 对 等一下 我来停 好 其实就这条嘛 对吧 你看这个红色这条 就是里面它说有造成 因为画的乱七八糟嘛 对吧 对 有很多棚枝 就没画好 没生成好 如果生成好的话 对他可能帮助会更大 不过好像感觉还挺难生 这很好的 嗯 有可能是 而且训练出的策略会尽力的遵循草 轨迹草图的指导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用户可能希望在特定空间区域更严格的指导 比如说避开溢碎物体的区域 然后所以可以系统的使用轨迹草图来处理不同类型的元素 就是他还没有考虑安全性 嗯 是 有很多constrains那种 有很多 OK OK